3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有关情况。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明表示,香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完善选举制度与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一套组合权,将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稳定、政权安全。 完善选举制度就是要运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所具有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决定权,阻断反中乱港势力,体制内独权的通道。 它与制定香港国安法其实是一套组合权,将釜底抽薪,有效地治理,挑战香港特别行政区限制持续的种种乱象,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稳定、政权安全。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不仅明确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规定了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核心要素,也决定设立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未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那么做出这样一个设计,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管制架构之外, 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立法会议员,选委会委员,都是有真正的爱国者担任。 确保香港的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张晓明同时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是要在香港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将来香港特区立法会的民意代表性会更加广泛。 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不爱国的人不能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架构或者管制架构, 不等于说他们不能够在香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第二呢,把不爱国的人,特别是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制架构之外, 不等于说要把所有的反对派或者范围更广一致的泛民主派全部排斥在管制架构之外。 因为反中乱港分子和泛民和反对派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 反对派里面,特别是泛民里面,也有爱国者。 他们将来仍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 在全国人大通过决定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却谴责此举,打击了香港民主的进程。 对此,张小民回应道,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如何设计和完善,外国无权说三道四。 据我所知,美国资深也是有非常严密的防范外国干预选举的这样的一些法律规定。 也包括最近,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刚刚通过了一个关于选举法律修改的这样的一个议案。 为什么他自己可以根据需要来随时对这个选举法律进行修改, 却对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这个法律的修改,如此的感兴趣,如此的神经质,如此的横加干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怎么设计,怎么完善,这个纯属中国类证。 任何外国都无权说三道四。